十七歲的詹同學 上台表演薩克斯風 贏得熱烈掌聲 爸爸十二年前嚴重車禍 媽媽扛起家庭重擔 孝順的他 想趕快分擔媽媽的辛勞 慈濟之工時常關懷鼓勵 一家人感激在心 湘西之工用心準備十道菜 要給照顧戶滿滿的溫暖 台中市副市長林依營 也肯定慈濟的付出 社會局長呂建德穿上圍裙 為照顧戶上菜 獅比獸更有福 在這個寒冬時刻 年節將近的時候 也代表我們對於所有這些民眾 我們的一個關係 歲末年中 上千位照顧戶來到禁思堂 大家一起圍爐 感受慈濟的愛 期許未來的一年平安順利 大愛新聞 張力軍 蔡玉凱 台中報導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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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